3 2 1 选招牌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专门提供没有学过华语的外籍人士 可以学习华语与正体字 我想尔湾中文学校有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他们有非常优良的教师 以及学校的设备 所以我们未来要把这个学校推广到社区 去教导华语 我相信以现在的基础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成就 且看好语言文化与生活 三者密不可分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而玩中文学校 第一期已排定自9月18号到12月18号 在周六上午与下午各开一班 且未来还要结合数位科技 方便学生学习华语文听说读写 我们希望在呈现这样一个华语文的学习中心 为社区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 欢迎大家来 且放言未来 教委会还计划要举办华语口说比赛 歌唱比赛以及作文比赛等活动 甚至计划推出华语口说能力检定 与华语文学习检定 鼓励成人学生学习华语文 这些都让呈现桥林们 为来自台湾的大力支持感到开心 生活在尔湾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非常重要 而且在这边的华人 不管你今天是从哪边来的华人 我觉得中文的教育都是非常重要 自己本人也是小时候 从台湾到北美洲这边 还好那个时候呢 有母亲很认真的教我中文 不然的话呢 很可惜这个中文就能力不会那么好 那今天在美国这边的生活的话 也不会这么的这么的有发展 所以很希望有家人的小孩子们 带他们来尔湾中文学校 然后呢 如果说今天是成人也想要学中文的话 今天这个活动啊 就是告诉全世界 说世界各地都有这些中文的中心 希望成人们也可以加入 我们学习中文的好习惯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尔湾中文学校 不只秋季将开设两班基础中文 且评估未来 还打算增加中级班与商业中文班 且课程上也会配合 乔委会的华语文学习进程 观众查询更多课程讯息 请上尔湾中文学校官网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